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oc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的是 Worock SQL基础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叫做连接查询 所谓的连接查询呢,实际上也是多表查询 意味着我的数据来源于不止一张的表 那为了更好的学习连接查询 因为它内容比较多 所以我把它分成了四小块 那今天呢,我们将要学习的就是 它的一个基础知识叫做迪卡尔吉 如果能够把迪卡尔吉这个东西了解清楚的话呢 对于连接查询,我们可能会学习的更为到位 然后灵活运用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熟练 那好,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迪卡尔吉 我们都知道哈,在数据库里面 因为欧尔克数据库是关系型数据库 那么它存储数据的核心结构就是表 而表的话呢,就是一种以行和列的方式 组织数据的一种数据结构 那么迪卡尔吉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我们有两张表 其实表的话也很像一个东西 就是矩阵,数学上的矩阵 比方说这是第一个表 表里面的数据也第一行是A和B 第二行是这个C和D 接下来我还有第二张表 6,7,8,9 也就是说第二张表有三行数据 每一行有三列 分别是1,2,3,4,5,6和7,8,9 那迪卡尔吉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这两张表 如果对他们做集的话 集的话并不是算数层 是矩阵的一个集 那么他们的结果会等于什么呢 首先说一下 矩阵跟矩阵的这个集 或者说表一表的一个集呢 它的结果也是一张表 一张新的表哈 只不过这个表结构呢 既不是第一张表的两行两列 也不是第二张表的三行三列 而是什么呢 而是一个迪卡尔吉 这个迪卡尔吉呢 就是指第一张表的每一行记录 会跟第二张表的每一行 组成新的一行 好 结果是什么呢 A B 1 2 3 好 还不够 还有A B 4 5 6 A B 7 8 9 你会看到 第一行 第一张表的第一行 跟第二张表的每一行 组合成新的一行 接下来 C D 1 2 3 C D 4 5 6 C D 7 8 9 OK 也就是说第一张表和第二张表的集 结果会是一张新的表 这张新的表呢 我们又叫它迪卡尔吉的结果 哈 分别是第一张表的每一行 跟第二张表的每一行 组合成新的一行 也就是说两张表的迪卡尔吉 会是一个 哎 这是底啊 6行 6行 5列的这样一个新表 新表 也就是说 两行 3行 最终会出现6行 第一张表两个列 第二张表 三个列 最终会出现5个列 哈 会出现5个列 会是这样一个迪卡尔吉的结果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两张表 一张是 EMP表 哈 一张是 DEPT表 好 两个一起执行吧 出现两个结果 首先呢 EMP表的记录 哎 我们经常看到 14条记录 12345678 好 8列 14行 8列 第一PT表呢 4行 3列 那最终会不会出现一个 14乘以4 441 16 56行 然后是11列的这样一个 结果呢 如果对他们两球迪卡尔吉哈 那么 CQ的语法球迪卡尔吉是什么回事呢 EMP 逗 好 第一PT 意味着我是从EMP和第一PT表中查询所有的结果 实际上就是对EMP表和第一PT表做迪卡尔吉的操作 看一看 到底是多少条记录呢 是不是56呢 果然是56行的记录 然后列有几个列呢 12345678 9 10 11 OK 好 先说一下 EMP表中有个第一PTLumber列 第一PT表中也有第一PTLumber列 只不过会详细介绍 比方说10就是Accounting 20就是Research研发部门 会详细介绍 这两张表其实哈 是通过他们有个共同的列DPTLumber关联起来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张表的每一行记录 比方说Smith DPTLumber是20 好 连上了第二张表的每一行 这个呢 就是哈 两张表的迪卡尔吉 其实我们真正翻译过来 实际上应该是从EMP表中和第一PT表中联合查询数据 查询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两张表的迪卡尔吉 好的 这个就是迪卡尔吉的含义 同学们掌握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